我们先把工作表 先换这个叫做什么 人口数比较 好 我现在想要做六都 就直接画在这上面 对不对 直接画在一起 然后来去做一个折线图的一个说明 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 好 所以首先选到这一张图 然后复制 常用底下复制 然后接下来请点加 然后贴上 因为我这上面就六都了 好 所以是不是要六条线 对不对 那怎么样把一条线变成六条线 他的一个观念就是土利 他的观念就是用土利 所以请把区域别拖曳到土利 或者是其实你就直接把这个区域别打勾 可以吗 但是因为我们有22个区域别 所以在这个地方筛选 筛选请把区域别挑 只有挑六都台中市 台北市 像这样我就觉得 因为我是要看那六条线了 所以标签我就会刻意把它拿掉了 你别急 没有画错 因为这边有看到吗 有看到台北市 台北市它其实是这样子下来 就是之前跟之后 好 再接下来就是台南市 台南市 台南市 桃园市市都了 高雄市 还有一个新北市 可以吗 好 那我会觉得 我会希望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不要呈现 那个 呃 类别 而是要呈现什么 连续 所以请把X轴 然后重设 重设完毕之后 顺便也把这个 这个叫做标签 标签 资料标签关掉 可以看出来吗 其实 其实这边好像就是台北市的下降 它是比较明显的 可以吗 来 请你们 记得住吗 就是把刚刚这张图 已经画好的这张图 记得复制 然后贴过来 贴上 然后接下来 你要把这个图例 图例 就是放区域别 你可以直接勾选区域别 它就会自动放到图例里面了 只是你要透过筛选 这边有一个筛选 它的区域别只能挑六都 然后再来观看一下 它的一个变化的情形 好 好 谢谢观看